为什么魔术师能够用锋利的水果刀砍进自己的手臂,却毫发无伤? 因为魔术师的水果刀是塑料制作而成的,并且水果刀的中间还预留了一个缺口,表演的时候在缺口的位置涂上红色颜料再卡到自己的手臂上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在观众的眼皮底下将手中的火柴穿越在一起? 因为魔术师在准备要穿越进去的时候,右手中指食指夹住火柴,拇指微微张开就可以从这个缺口穿越进去了,火柴穿越出来也是同样的原理。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用一年控制勺子慢慢地变弯曲? 因为魔术师的勺子本来就是弯曲的,只不过表演的时候魔术师用手指挡住扫柄的位置而已,最后魔术师把勺子全部展示出来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点燃白纸的瞬间竟便出一张钞票出来? 因为魔术师在手掌的位置藏在一张折叠好的钞票,观众从前方是完全看不到的。 最后魔术师只需要在白纸燃烧结束的时候,快速将钞票推出就可以了。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扑克牌自动升起来? 因为魔术师用小指在后面顶着扑克牌,所以扑克牌就能自动地升起来。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盒子里面的铅笔消失不见? 因为魔术师的铅笔只有盒子的一半大小,表演的时候用手按压铅笔展示给观众看。 紧接着只需要放松手指就能让铅笔掉落到盒子下面完成消失不见的效果。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手中的硬币消失不见以后,再凭空地变出来? 因为魔术师用食指加着硬币,从前方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最后再把这个硬币拿出来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用一张白纸将坚硬的铅笔砍断? 因为魔术师用白纸砍铅笔的时候,快速将食指伸出来。 有了食指的帮助,就能轻松将铅笔直接砍断了。